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些杀伤性法术特的特长 就比如大家在玩弗马拉的时候 对他的特长介绍表示一知半解 根本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其实这些杀伤性法术特和兵种特一样都有一个公式 通常来讲这些英雄对付的兵等级越低 效果越明显 他们的特长计算方法是 英雄的等级每提升N 伤害增加3% 其中这个N就是目标生物的等级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十级的索姆拉 他的连锁闪电就可以对一个一级兵造成30%的额外伤害 那么同样的对付一个二级兵的话只有15% 对付三级兵的话很遗憾 不是10% 按照这个公式是每增加三级杀伤力提高3% 也就是说一个九级和十一级的索姆拉 在打一个三级兵的时候增加的伤害是一样的 这个公式对于低级兵来说效果非常显著 但是对于高级兵来说基本相当于脑痒痒 你打T级兵的话 每七级才会提升3%的伤害 哪怕你的英雄升到21级增加的伤害也只有9% 远远不如魔力 一个21级的索姆拉在对付一级兵的时候 就会提升63%的伤害 并且这个计算方法是先把魔力增加的伤害 和气息魔法增加的伤害加在一块 然后再乘以1.63 所以说这些杀伤性法术特学个魔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时候可能就有朋友要问了 如果连锁闪电的目标等级不一样呢 这技师表示这根本不叫事 每一个兵都独立的计算一次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明白了 这些法术特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开局带了他特长的法术 并且和魔力特相比 他们只有在打一级兵和二级兵的时候具有优势 所以说到了后期要想拿法术打伤害的话 特长魔力的马尔克夫才是法世界的真正大爹 大家在玩索姆拉的时候 觉得他的连锁闪电毁天灭地 是因为他有气息魔法和魔力 这些伤害性法术特看见魔力一定要学 因为他们是先算魔力后算魔法伤害 这也就是说魔力在他们手里可以升值 接下来就隆重介绍一个著名反面教材西瑞尔 一个法术特的真正意义在于 他开局就会他特长的法术 这也就是说这是用来开荒的 而不是用来玩后期的 像这种开局连个魔法都用不了的 你能说他是个神将吗 抑郁烈焰伤害很低 但是学到高火可以提升60点伤害 这样的话升到21级 对付一级兵就会提升63%的伤害 造成了240多点的伤害 这就相当于他火系魔法增加的60伤害 又升值了63% 如果学了魔力的话 这个魔力也会相应的升值 这才是一个法术特真正恐怖的地方 魔力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多加强到20% 如果你改成30%的话 战士英雄就集体下水道了 是不是感觉伤害也不低呢 因为咱们打的是一级兵 咱们来看一下马尔克斯 他的魔力计算也是先算各系魔法提升的伤害 然后再加上魔力 一个法术特如果也有魔力的话 打一级兵二级兵是显著的高于马尔克斯 打三级兵和四级兵的时候 两者互有胜负 打五级六级和七级兵 还是魔力特伤害更高一点 换句话来说 杀伤性法术特是让你来虐态和开荒的 并不适合大后期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这些杀伤性法术特 还有几个法术特也遵循这个公式 他们就是转世重生特和聚灵奇数特 毕竟一个是造成伤害 一个是恢复生命值 那也差不多 这两类英雄可就比魔力特要厉害多了 比如一个二十级的三特 他就可以多复活百分之六十的骷髅兵 这样的话 一场恶战下来 你的骷髅兵不能说是伤亡惨重吧 也只能说是毫发未粉 除了转世重生特和聚灵奇数特 还有一个特长 也是同行这个公式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呢 他就是疗伤特尤兰德 因为疗伤也可以恢复生命值 并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圣贝特阿德拉也遵循这个公式 我没有具体的试过 大体意思就是 一个高水的阿德拉 给一个友方的枪兵套了一个杯子 枪兵本来最大杀伤是三 然后呢 再增加一点就变成了四 这时候以一个十级的阿德拉来算 就会把这个枪兵的杀伤力上限 再提升百分之三十 这样的话 一个小小的枪兵可以造成五点二的最大杀伤 相应的和视频里面的这些法术特一样 阿德拉哪怕是等级很高 对于这种六级兵客 还是没有什么较大的提升 就比如对一个骑兵而言 你哪怕伤害提升五点 也就那样 阿德拉这个圣杯的计算方法 我没有专门测试过 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如果本期视频 关于圣杯的说法 有一点不准确的地方 咱们就以下期视频为准 因为理论上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游戏 它不一定给你讲理论 就像理论上来讲 咱们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但是偏偏又非常容易失眠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 晚上经常熬夜晚睡 睡眠质量又差 因为长时间玩电脑 天天低头看手机 肩膀脖子是不是常常又酸又痛 有时候熬到凌晨 明明很累 躺床上却迟迟没法睡着 搞得早上无精打采影响工作 为此在网上查了一堆偏方 也不见好 倒是有一点一直以来都没留意 那就是我用了多年的枕头 枕头有什么问题 我们普通的枕头 大多要不太高 要不太低 导致我们睡觉 平躺低头 侧躺外脖 时间长了 当然肩颈承受不了压迫 各种毛病找上门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 听我的 选个合适的枕头很重要 这款温眠人体工学护镜枕 全新升级到2.0 Pro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